- 雕cel的例子 嗨 大家好 我是Selina 今天呢是我們久違沒有拍的 - 設計師物件開箱系列 然後今天呢特別來到台中地區 - 那這個地區算是北屯區對不對 - 那這也沒錯 然後它的建設公司是總泰的建設公司 - 是在中部算很大的 - 應該算有一定的規模的 那我們今天的設計師呢 - 他是翹設計的Xavier - 妳好 大家好 这是一个家庭生活理财的频道 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新影片的通知哦 那今天呢 业主物件的条件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24坪 然后三方一天两位的格局 那它有变动它的整个空间或是格局吗 有 我主要是把一个房间的分间墙全部做拆除 我们用玻璃做分间 然后变成一个书房 这个业主呢 它的整个家庭结构啊 或是它的需求有什么样特别的吗 它们主要是一对夫妻的概念 那未来会有养猫咪或是狗狗 然后顶多就有一个小孩这样子 所以我就以这种方向去做这样 那它有特别喜欢什么风格吗 它有跟我说它很喜欢围巾风格 因为刚刚看完围巾传奇 对 欸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围巾风格它是有什么样的元素在里面 围巾风格最大多数都是 朽木的元素 像是 死掉的木木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跟业主说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 如果我们用大量的手木 以及这个食盐的话 会显得非常的沉重 也会比较阴暗 那我采用这个元素去把它简约化 看怎么样去做也符合业主的需求这样子 哦了解 所以围巾风格就是手木 跟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 立眼 对立眼 在色调上的呈现会是什么样的 会比较偏灰阶或是米色调为主 是不是冷一点的感觉 对没错 比较有个性一点 那它在设计的一些元素里面呢 它会有哪一些东西 它会有一些圆弧的概念 那我希望这个圆弧有像他们围巾船的感觉 前方的与下方的圆弧 然后利用这样子去搭配在空间里面 稍微介绍了一下这整个物件的状况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来带大家来个Room Tour 然后呢 Xavier也会跟着这个Room Tour的介绍给大家看 好那接下来呢 由我来跟Xavier给大家一个Room Tour 哈喽 哈喽 那就要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整个家的一些设计 但我们现在进来的这里是一个玄关区 是的 那玄关区有什么样特别的设计 我这里主要是用黑色的镜子 增加它的视觉感 我们这边用鼠软瓶板做线条 收掉我们便便箱 然后下面住了一个可以穿鞋子的地方 对 穿鞋的地方 它这里有一个住址的深度 我希望在有限的空间内它最大化 所以我这里有再做一个圆弧下去 出门或进来的时候可以穿鞋子 或是比较方便 有提到说是围巾风格吗 那围巾的风格是不是也蛮强调 就是圆弧状的一些设计啊 对对对对 有点像他们的传型的效果 加进去在这个空间里面这样子 OK 所以这边原本是有一个凉的吗 对 这里有一只凉 结构桩在这边 然后这边也是 里面也有一只凉 所以把它包起来 是 把它收起来 我们接着呢 就要进到整个房子的客厅区对不对 是的 没错 那在客厅的部分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巧思吗 产用明镜去做空间的厚实感 那因为我们的墙面 从我们玄关处到客厅 它是连续性的直线条 那我不希望它这么的无聊 所以我在这边做了明镜及圆弧的设计 我希望这个空间它会有分段的效果 区分 刚刚那边算是一个廊道 然后这边是主要客厅区这样子 对对对 没错 这个有点像是设计墙吗 还是设计柜子 这里面全部都是柜体 我用舒染明板去做修饰 那其实上里头都是我们的系统柜 把收纳最大化 哦 所以这个不是用木工做的哦 它的门片是木工 舒染明板 诶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电视怎么也可以跟后面融合为一体啊 这个是 这个是燕子的小巧思 应该是它有拍好 然后放进去 我在想一遍 哦 太酷了 很可爱 电视场的下方啊 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哦 这里主要是织舞的而已 我希望说我们有岩石的效果 在这边 然后搭配木纹 这个木头跟上面这个岩石 也都是围巾风格里面的人 对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发的后面 应该是被打掉的墙 对不对 对 这里原本是一个分间墙 L型的分间墙 我把它拆除掉 用黑波去做分间起来 希望有点隐私性 可是又有光源可以穿透的感觉 像现在这种设计 好像还蛮多人用的 像我们家是只有下面这道墙 上面是整个空的 有些是直接穿透的 然后像他们用的是 黑波的方式 那他们分别有什么样的考量点呢 哦 如果你本身有在办公的习惯 你需要比较安静的空间的话 我就建议用玻璃去做分间起来 这样子也比较安静 也比较有自己的隐私 ok 了解 那这个客厅上方啊 也是有一个这样子圆弧形的设计 我发现这整间房子 都有蛮多这样非常漂亮的圆弧设计 主要是这里有一只梁 那我希望不要让人家明显的知道 它这里有一只梁 那我做圆弧 让整个空间温润一点 这样子 了解 ok 那来到我们的这个算是餐桌区吗 对 餐桌区 它这边我是用整个木纹包覆的效果 整个空间有三个主题 客厅以及书房 还有我们的红酒柜区域 因为这边它其实上很浅 后面就是厕所了 那我希望用最浅的柜体 有收纳的效果 所以我才做红酒柜 然后我发现这边也是做一个圆弧的角耶 那这个也是系统柜还是木工吗 这个是木工做的 哦 所以这整个柜里都是木工做的 里头都是系统柜 只要是门板 对 都是木工 它这边有一个小廊道 走到它的小厨房 那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需求啊 或是你们的设计巧思在这里 这里本身它的厨房是建商附设的厨房 业主有一个需求 他希望增加电器柜 因为他放止电锅 所以我把它做了一个吹饭器以及电器柜 让他的小家电可以收纳使用 因为他们的空间有限 那接着我们来到了他的厨房区 业主他很喜欢棒球 那他希望做收藏 那我希望他可以把它棒球完全展列出来 所以我在后方有做一个可以收纳棒球盒子的空间 那我在这上以及下方 以及左右侧都做这个绿曲型的灯光 我希望可以让棒球有这个展示链的感觉 哦 对耶 好漂亮 诶 讲到光源啊 我发现这间房子的光 比较不是像一般的那种坐在柜体里面打光的那种 对 看灯 对对对 这叫驴戟型 比较难讲一点 你讲线灯就好了 线灯 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 或是需要营造什么样的氛围 用它会比较好吗 他的光晕会比较温柔一点 那还有就是他没有光点 那我希望说我们整个空间我用光去点住我柜体的线条 那上方这个书房也是 这个线条就是告诉大家说这里是一个书房的区域 嗯 了解 那客厅也是一样的意思 我有发现啊 这个门啊也非常的特别 它是一个类似切割的那种感觉 隐藏门的概念 然后连把手都隐藏掉 那这里有这个钥匙孔 可以让业主使用 哦 对对对可以 所以那个洞就是一个钥匙孔 没错没错 所以它是可以双面推的吗 从外面往里面推 里面往里面开的这样子 哦 里面也是要往内拉 对 往内拉开 因为它这个隐藏门的关系 它有一个限制 它没办法去做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把手可以拉吗 可以 没问题 哦 接下来也有发现他们这个门啊 有这种小小空的设计耶 因为业主有想要养猫或养狗 他还没有跟我确定是哪一种类似 我就先把它留好 最大的尺寸这样子 所以就先留好他们的通道这样子 对对 没错 所以像每一个隐藏门的里面就是长这样子 对不对 是的 没错 哦 所以才可以拉 对 从外面是推 那里面是用拉的方式 哇 但是这个把手也是很漂亮耶 谢谢 很精致 所以它就是直接拉就好了 然后里面也可以锁这样子 没错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它的主卧室了 那主卧室的部分有什么样的设计巧思吗 我一样就是用线灯做氛围的效果 嗯 那我的墙面其实上都是用米色的 我希望比较温暖 可以放手的感觉 那这边的话我用黑色大理石纹面 用镜面的方式 我希望说 诶 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跟外面不一样这样子 不过它也有一个它是主卫浴嘛 对 没错 然后也一样是用 隐藏门的设计 隐藏门的设计 如果观众他们是想要也做像这种隐藏门的话 它其实就是叫隐藏门 没有一个特殊的讲法 我们都讲隐藏门 对对对对 只是它有各种不同的设计啦 对对对 那你知道漆成什么样啊 或是切成什么样 或是贴什么皮 对对这样子 诶 那隐藏门是不是在费用上会比较贵吗 相对会高一些些 对因为它要做这个门框的特别处理 那我们把原本的门框都拆除掉了 然后再去做木工去做修饰 才有办法达成隐藏门的效果 本来本来是用框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只是要拆除掉的 哦 所以隐藏门就是费用会比较高一点 高一些些而已 对对对 像现在这种屏图应该是最大宗的居家空间 现在呢也越来越流行所谓的智能家居 这个家他也有做智能家居的吗 没错 我帮他做智能家居的规划 那因为我们早期的设计都会做回路的设计 开关都要做这个切 那我们增加了智能之后 会让整个使用的习惯会大大改善 都是用声控就可以 好那现在来为我们示范一下 好 嘿Siri 打开窗帘 哇 那也可以叫Siri把窗帘关起来吗 可以 嘿Siri 关闭窗帘 哇 好方便哦 懒人必备 然后灯也一样 嘿Siri 关掉全部的灯 哦 所以现在智能家居他可以做到什么样子 像这样基本的关灯还有窗帘 然后冷气是不是也可以 对没错 冷气也有做这张设定 甚至有更多的是情境模式 比如说我刚刚讲剧场模式 它会只有气氛灯留着 其他的主要电源都会关掉 哦 对这样子 那接下来想要问Siri 因为我发现这间房子啊 他的天花板设计其实也蛮特别 是用黑色耶 因为黑色比较少见 那当时想用黑色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围巾风格 那我希望说 在整个空间有黑色的元素去点缀 还有增加这个影子性 在这个区域呢 整个黑色过去告诉大家说 这里也是另一个区块的感觉 这样子 让这整个空间有一些层次的感觉 哦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Zephyr给我们介绍 我觉得第一次听到这个围巾风格 真的是非常特别 然后我觉得他这整个空间给我的感觉呢 也是很多的巧思在里面 那现在呢我想要帮观众问 Zephyr这整间的设计费大概是多少 应该是说预算 它总共这样子是200内 200内 真的我跟那个W听到真的觉得超便宜的耶 你们一瓶设计费是多少 是5500元 5500元 那也是算很便宜耶 你算是新出来的设计师吗 嗯 算是 哦 刚出来所以很便宜 大家都 收集做品费 对 收集做品费 很好的机会 因为我刚刚私底下跟Zephyr聊的时候 发现他们是一个家族事业 他是三包台耶 对对对 我觉得超级惊讶的 我还有这个吗 我还有两个屋哥 所以你两个个也做设计的吗 没错 一个做警官设计 另一个实验设计师跟我一样 比如说如果你们的家然后有需要户外庭院的设计 你们这边也可以出 没问题 我们是厨房起家的 进口厨具起家的 对对对 等于是你们自己在设计的时候 厨具也可以是由你们来这边做的 没错 我们早期是以厨具为主 到后面我们才开始去攻略自内设计 再帮观众问一个就是 你们的兼工费是大概几% 总预算的5% 所以如果他的预算200万的话 就是200万5%这样吗 对 没错 OK 然后再加设计费 是 没错 另外的设计合约 好 那我们就会把 Xavier他们的 超设计公司的一些相关资讯 都放在下方 没有官网对不对 没有粉丝团 也有粉丝团 因为我刚刚私底下跟他聊 然后他说他最擅长 而且他最喜欢的是 新古典 对 我喜欢新古典的 然后我这边就先不聊太多 新古典的事情 我们下一次呢 就去开箱他的新古典设计的物件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影片见 Bye Bye 你今天要来清家玩对不对 有没有好漂亮 有没有 Hey Siri